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万众期待的黑镜第六集终于上线了 内飞之前声称 这一集绝不会令大家失望 但具体质量如何 还要由您来评判 宇哥第一时间稍安一整季 今天先为你们介绍第一集 穷糟透了 我们的女主穷如网着一样起床 看了看手机上的休息 见未婚夫小丝转向自己 连忙藏起了手机 吃过小丝做的早餐 赶往公司去上班 刚到公司没多久 前男友马克又发来了休息 俺想你 想和你见面 女主被搞得心神不宁 干人事的他 奉董事会之命 今天要炒黑妹的鱿鱼 黑妹刚刚才付了购买新公寓的定金 很需要这份工作 但女主也没拙 只能做了这个坏人 纠结着该如何回复前男友休息时 烟头掉到了黑妹头上 被黑妹怒骂 是个不敢露头的孬户 被夹在高层和员工之间的女主 将一度的苦水倒给了她的心理治疗师 男友小丝虽然对她很好 但女主感觉她有点无趣 做的食物也很乏味 远不如与前男友马克在一起时激情四处 当时选择与小丝在一起 感觉像是命运的安排 女主感觉自己并非自己人生中的主角 像是被人牵着走 只有神识鬼差去见了前男友马克 马克一见面就夸 女主的新发型既漂亮又性感 想上手被女主害羞地阻止了 马克开门健身说 自己在这里待三天就回去 到时想把女主一起带走 女主嘴上说着 她不能离开男友小丝 身体却诚实得很 随又意识到不该这样 匆匆离去 倒家伙贴心的小丝 喂了女主一块肉 只是这肉好像没放盐 吃完满份 两人决定到流媒体上刷电影 两人选来选去 找到一部名为穷糟透了的新剧 这女主演的发型和女主一毛一样 名字也叫穷 小丝非要看这个 女主只好按了播放键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部剧除了演员不一样 就所有情节都和女主津津发生的事情一毛一样 与此同时 女主的小助理 以及被辞退的黑妹 还有马克都不约而同 在同一时间刷到了这部新剧 女主这边越看越方 自己的生活 怎么会被拍成剧 放到网上给所有人看 吓得她当场惊恐症发作 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当然剧情还是有些许改动的 但 他们把女主塑造的更加冷血 更没人性了 简直就是个恶魔 女主身边的人都看了这部新剧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 最糟糕的是 小丝看到了女主对心理治疗师说的话 当时女主说小丝无趣 夸马克激情四处 看着小丝整个人都不好了 拎包准备离开 临走间 还看到了女主与马克牵着耳朵的画面 这下彻底完犊子了 瘦身的小丝绝然离去 女主崩溃万分 第二天一早 女主发现 身边所有人看她的眼光都变了 看来 他们都刷了这部剧 更难事的事情 还在后头 女主解雇黑妹的那段剧情 偷了一些公司机密 董事会很生气 直接开除了女主 事可忍 说不可忍 女主来到律师事务所 决定将流媒体公司告上法庭 因为这群的公司 盗用了自己 律师却说 女主把使用权给了流媒体 所以他们可以随意使用 这份条款 是女主在注册流媒体时 在手机等设备上 点了接受后 自动签署的 所以流媒体 不存在任何违规行为 女主转而决定起诉 剧中女主演 萨尔玛海耶克冒充自己 律师却说 这并不是萨尔玛 而是她的数字修行 是萨尔玛授权节目使用 所有图像都是由量子计算机自动生成的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想知道女主在做什么也很容易 手机能监听女主说的话 即使说 女主拿流媒体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众探经理走投无路 被所有人嫌弃的女主 再次找到了马克 想在他这寻找未见 一分钟后 马克却应不起来 因为他与女主做的所有事 都会被公开给所有人看 特意想到这儿 整个人都没了兴致 此时 女主突然想到了一个 报复剧中主演萨尔玛 对付流媒体的最后办法 他马来一堆汉堡 像甜鸭一样 强着自己吃下去 最后又吞下一整瓶强力泄药 人物将自己打扮得喝鬼一样 冲进旧堂 当着旧堂里所有宾客的面一泄千里 被如愿抓到了警局 又被保释了出去 这段剧情 当然也被拍在了剧中 如此丑化自己的形象 女主演萨尔玛绷不住了 向律师提出强烈抗议 但萨尔玛之间 和流媒体签的影响权协议中 也将同意了授权这种行为 萨尔玛也怒了 他签署时 根本没仔细看过这些 冗成的破烈协议 律师表示 自己一点招都没有 萨尔玛彻底飙了 开除律师后愤然离去 他找到了女主 怒斥女主 对自己的丑化与不尊重 女主一听也飙了 这破句 害自己失去未婚夫与工作 还将自己的生活公知于众 我还不知道和谁吼呢 女主表示 自己是想借此 吸引萨尔玛注意 借她之手 结束这该死的网剧 萨尔玛坦言 自己现在也拿流媒体为周 控诉流媒体 之前和自己说偏仇咋大的 之后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得知 女主一分钱也拿不到 萨尔玛真正理解了她的心情 俩人一合计 决定去导火那台量子计算机 服务器就在流媒体CEO 莫娜的办公室外边 虽女主是个无名小都进不去 但大明星萨尔玛能进去 于是 萨尔玛来到流媒体总部 以借私人洗手间为由 趁机成都电梯 来到了CEO莫娜的楼层 帮女主打开楼梯门 两人在此挥火 一起来到办公室 看到莫娜 正在接受采访 称这种量子计算机 能制作出无权无尽的内容 在短时间内制作出 又后悔数月才能完成的内容 流媒体的目标 是被数据库中高达8亿的用户 发布由系统实时生成 量身定做的独特内容 比起那些正面内容 观众更喜欢那些负面内容 俩姐们实在听不下去 闯在了链子计算机时 女主就在这里 看到了自己出演的剧 工作人员小哥说 这是穷遭套了的不同版本 这是女主下一层级的穷 会看到的版本 即使说 女主也是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 还有一个原版穷 她在看穷遭套了这个节目时 会看到女主的眼头 女主现在就是在节目里 萨尔玛也一样 只是自己也不知道 即使说 她们并不在现实中 这里是第一虚拟层级 月哥也已经有点听晕了 女主听不下去了 又去毁掉那台计算机 这时莫娜来了 表示 若女主毁掉这台计算机 就会毁掉这个层级之上 每个虚拟宇宙里的人 数十亿以为自己是真人的模拟灵魂 将会死去 包括萨尔玛也会死去 但女主表示 现在自己站在这 就表示原版穷 已经在现实中站在这里了 这一切所基于的原事件 已经发生 这不是自己的决定 而是穷的决定 最终女主还是动手了 随着她毁掉这台计算机 这个层级中的穷与萨尔玛都消失了 包括萨尔玛在内 两人终于变回了原来的自己 不久后 女主开了间 她之前一直想开的咖啡店 终于有了 是人生中的主角的感觉 虽然脚绳带着六靠 生活时好时坏 但至少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作为曾经辉煌一时的神剧 这集感觉还讲了很多东西 首先是奈飞自黑 还有用户隐私条款 手机坚定用户隐私 量子宇宙 我们还在这集 看到了出门的世界的影子 这集确实说了很多 却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层层浸透 只有远哥我都有点看晕了 不过这集 至少帮我解释了一件事情 曾经有粉丝问我 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 多做一些励志 爱情 催着的电影了 这集其实已经帮我解释清楚了 因为喜欢这类视频的观众 并不是很多 或者说这类电影如今喜欢点击进去看的观众 越来越少 点击率低 导致系统推荐变低 推荐变低 播放量也会变低 我也不是四年前那个 发什么那种都有流量的那个我了 如今观众最恐怖 惊悚悬疑这类电影有所偏爱 在这个播放量为王 流量就是收益的时代 对于苟延残喘 照不保夕的我来说 这样的选择实实无奈 真正的自己实在不好做呀 好了 今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曝根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 长按点赞鼓励一下宇哥 我会加班加点 为你们干出厚四集的